毕业前清算班费时 我看的班级群里班费余额 368.6的消息陷入沉思 从大一开始 每年都交500块班费 书本也是自行购买 怎么会只剩下这些 班长又发来消息 我们不会吞班费的 每一笔账都有记录 没过多久 他就撤回了这条消息 大家在群里嚷着要看开支单 这时候 我的学位室友却慌望 我准备躺下小睡一会儿 手机上跳出一条班级群消息 班费余额368.6 我一下子亏意全无 从床上跳起来 我认真看着屏幕上的四个数字 一个小黑点陷入沉思 班费从大一开始交 交了四年 一人500块 班里有50位同学 就连平时上课的书本 都是我们自行购买 现在怎么会只剩下这300多 紧接着 群里有同学提出质疑 问班长是不是算错了 班长继续发了条消息 我们不会吞班费的 每一笔账都有记录 有手快的同学赶忙艾特班长 询问费用 一分钟后 屏幕上显示 班长张子涛撤回一条消息 我以为果真是班长算少了班费 长输一口气 想着又有一笔巨款能录账 我都已经开始想着怎么花了 这时我定睛一看 才发现班长撤回的 却是第二条消息 也就是我们50人四年的班费 只剩下了368.6 群里彻底炸开了 班里的有着话牢称号的王迪 率先艾特班长 班长 你咋算出来的368.6 是不是放错小数点位置了 别调皮了班长 大家伙我等得退班费报复一阵子呢 有其他同学发言 就算放错小数点 也不止这个数吧 紧接着 王迪代谱要看记录班费用开支的账簿 但一第一次收班费的时候 导员就信誓旦旦的说 班费的使用要公开透明 完全是交给我们学生来使用 他全程不接手 让我们同学好好保管 为了算清楚费用 导员还特地让班长办了张银行卡 用来专门存放班费 一来有账可查 二来也更安全 三来随时都可以快速查账 所以王迪要查看账单的要求 一点也不过分 可以说是合情合理 我也跟着发了一个想看账单加一 班长迅速发了条消息 账单还在整理 稍等 之前不是说随时都可以查账吗 况且他已经得出了班费 剩余三百多 显然是算过一遍了 而此时 我发现我的室友学伟陈江江 眉头紧锁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江江 咱们班费不会只剩下三百的 你不要紧张 肯定是你男朋友算错了 一会儿跟同学说一下就行 他犹豫了片刻 笑着说是啊 可我看见 他眼底的官分明更强烈了一些 结果我等了一小时 班长却迟迟没有发出班费的明细开支单 我在群里发了句 班长 班费详细清单列出来了吗 结果下一秒 喜提禁言一小时 学位看见禁言消息后 走到我身边 为他男朋友解释道 班长他要管的事情很多 你不要催那么紧 会影响他为同学们服务的 我在心里 不禁暗自给他的双标作风鼓掌两秒钟 之前 陈江江和班长张子汤要别扭 他凌晨两点 在寝室给他打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话 寝室里闹得鸡飞狗跳 我作为他的室友 只能一个劲的安慰劝导他 结果他们第二天和好后 班长还把吵架的原因推到我身上 还有之前交小组作业的时候 去给老师规定的最迟提交时间 还有到一小时 我们寝室就差他一个人 没有完成他负责的那部分内容 我督促他抓紧写完 结果他对我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输出 我是学尾 跟老师关系好 晚点交易明示 我们其他人只能平静地看着他 他在梳妆台前画了一个小时的精致装笼 然后见证他美美地出门去和班长约会 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小组作业没有按规定时间上交 小组成绩为零分 而陈江江借用学尾植物之便 偷偷给自己的平时分加了十分 最后还拿到了那门课优异的成绩 我们三人虽然没有小组分 但也不至于卦科 念在室友异常 也没有再去追究此事 而现在 我就在群里提问了一句 就被扣上了 妨碍事务繁忙的班长 为同学服务的罪名 真是一顶好大的帽子 三个小时后 班长在群里发了几张图片 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 记录这四年的总开支 群里一下子又活跃起来 我就说 肯定是算错了 班长怎么可能会吞我们班费 就是 我们一人交了两千 四年十万的班费 怎么会只剩三百 然而接下来 王迪结出来了班长发的账单 最后面的余额 剩余 386.6 合着一顿算账下来 班费还是一分都没有算多出来吧 作为班长女朋友的学伟 赶忙设置了群禁言 他发出一长串文字 班费每一笔都记下了 我们不会拿同学们的钱 大家可以私聊我看详细开支单 我 那刚刚发在群里的几张图片 还是个粗略账单吗 这对小情侣发的班费的开支单真讲究 男生发得了草手写的账目 女生自己藏着详细的账单 万一他俩分手了 是不是交物资料都要转手好几次 我给学伟发了消息 详细开支单能发我一份吗 他笑嘻嘻地搂着我的胳膊说 好嘞 这就发你 进水楼台先得月吗 什么消息都是咱们寝室先看 啊 我沉默片刻后 看见群里多了条新消息 陈江江将详细账单 发到了我们四个人的宿舍小群里 这详细开支单 不仅没有把班长发的那份 粗糙开支单解释清楚 反而还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项目 就连平时与他要好的室友将其看了 也连连发出惊叹声 啥 文艺会演的道具竟然花了两万 这些费用里面还包含着导员的路费 水费 为了方便我都算在一起了 我更是震惊 导员他还要考什么试吗 用我们的班费给他报销 为了方便算一起 开支是能这么算的吗 在群里众多同学强烈要求 看详细开支单的意愿下 我转手将详细开支单发到了群里 陈江江不满地看着我说 你咋就发群里了呢 我回复 他们都想看 你和班长事务繁忙 帮你发到群里 给你们减轻工作量 陈江江自从大一开始 总想留用一点小安小会收买我们 不是提前告诉我们考试的时间 就是悄悄将竞赛的消息晚点通知其他人 他靠着这样的操作 成功干掉了一半的竞争对手 或许 这个学伟的头衔 是他牟利的最好伪装和工具 三分钟后 王迪又发来消息了 普通话考试费用100 100乘以50这里 为什么是算50份 咱们这个费用不是自己另外交钱的吗 王迪这么一说 就有同学发出来了 之前缴费的转账记录 群里被各种收款记录刷屏 就是啊 我们都是另外转给生活委员了 怎么班费这里美人再扣一次 班长赶忙打圆场 时间过得太久了 有可能记录错误 总之肯定是有这笔支出的 只不过记错项目了 群里立马出现了一排排的问号 地铁 老人 手机点JPG 我发了一句 这笔钱是多算了吧 张子抛火速撤回了我的这条消息 速度快到 我差点怀疑 是不是我刚才没有发出去 班长又迅速编出来几个莫须有的缴费项目 大家临近毕业 都忙得焦头烂额 涉及班费退费这件事 大家才在群里出现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退回剩余的班费 简直就是得到一笔巨款 王迪随后发出了一段 自己详细的计算视频 他说 这边的一笔五千的支出 和一笔一千二百一十二的技术费用 明显存在问题 有人质疑道 这么算下来 少的钱是去哪里了呢 群里讨论班费的声音越来越大 短短十几分钟 就多了999家的消息 班长发了句 王迪同学你撕咬我一下 随后群里渐渐安静下来 我用完午餐回来后 陈江江还在分笔集书 走近一看 是在手算班费 他不是说算好了吗 怎么又在这里涂改 我还看见了这惊人的一幕 他悄悄把一千二百一十二删去 然后在运动会不及物资那里 加了六百零二 又在文艺会眼泪栏 加上了六百一十 我被他的这番操作看呆了 简直是屏障小能手啊 他看见我过来 笑着解释说 之前确实有点小问题 现在算好了 账单是对的 支出都能对得上 我回了句 你们算好就行 大家只看最后的正确版本 我打开群聊 奇怪的是 原本在群里号称画牢的王迪 再也不发言了 群里也恢复了平时的冷清 外出时 我碰见了王迪 我叫住他 问到画牢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安静了 他尴尬一笑 低声说 快毕业了呀 事情多 太忙了 没有时间探群消息了 真的是如此吗 我和他一路走到食堂 在角落里坐下来 随后又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具体原因 他不方便说 我也没继续追问 还真是这对情侣的一贯作风 之前他们大创比赛 对班里的同学发现 是飘窃得来的奖项 他们那一年期末 就给那位同学的小组评分 打了个最低分 结果那个同学 只能被迫重修 解决不了问题 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临走前 王迪有些纠结的说 叶家 你也别追究这事情了 都快毕业了 他是班长 学伟又是他女朋友 就算了吧 我点了点头 跟他挥手告别 打开手机软件 我突然发现了一张 似曾相识的图片 我们班长的班费账单截图 竟然被发到网络上了 博主发帖求助网友 这是我们班费开支单 大家帮我看看 里面有没有问题 评论区已经有了上百条评论 网友也认为账单有问题 剩余班费虚报了 大家猜测 剩下的费用 肯定不止386.6 回到寝室时 发现帖子已经违规被删除了 我不禁感慨 班长真是太速度了 身后的陈江江 打字打得快要冒烟了 我问了句 江江 你在和谁聊天 他扭头对我说 跟我妈聊些毕业的事情 可他对话框那个头像 分明就是班长张子涛 我将之前原帖子的截图 发了一遍 结果不过五分钟的时间 班长就私聊 我下楼找他谈话 我在寝室楼底下 看见了一脸愤怒的班长 叶甲 你怎么能把班级的文件 发在网上呢 你赶紧删了吧 有什么问题 你跟我说就行 我打开软件 播放网友的那条语音评论 餐饮费为什么有六千啊 五个人 去面馆吃一顿饭能吃溜 还没有播放完 班长一把夺过我的手机 在我屏幕上一阵狂点 他力气很大 我差点被撞倒 我揉了揉被撞腾的胳膊 他趁机退后几步 与我保持距离 删掉帖子后 他不情愿地将手机还给我 他眼神阴郁 低声说 你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你也不想 六月份拿不到毕业证吧 好女不吃眼前亏 我接过手机 说了就告辞 他不知道 他刚刚的所作所为 都被监控拍得一清二楚 回到寝室后 学伟看我垂头丧气的模样 连忙给我递来一杯奶茶 讨好的说 佳佳 我男朋友脾气就是臭了点 但他肯定没有恶意的 你就别理他了 大家忙着准备毕业的事 群里关于退班费的事的 讨论声音越来越小 甚至聊天话题一转 有人带头 恭喜班长和学伟 走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 夸赞他们 是人人羡慕的校园情侣 提起班长和学伟的爱情故事 要从遥远的大一开始说起 那时 陈江江凭借精致的妆容 在心声中颇受关注 班长的张子涛 被安排和陈江江 一起去交一份资料 两人一人是班长 一人是学伟 他们一起交了几次资料后 便亲近起来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 陈江江回到宿舍后 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娇羞 他兴奋告诉我们 他俩在一起了 从此 我们寝室就变成了 他吐露不满的重灾区 这还不是最致命的 那年 一堂私修课上 老师喊班长点名 同学皆说 班长不见了 老师无奈 只能让学伟继续点名 同学们笑得更大声了 告诉老师 学伟今天也没有来 就在老师摸不着头脑时 有人喊了句 班长陪女朋友学伟去吃火锅了 老师点头 随即亲自点名 这位老师极其严格 是出了名的挂科黄魔 就在我们感慨 班长和学伟这门课 有点悬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他们的平时分都是满分 总评成绩还达到了惊人的优秀 其中的玄妙不可言说 他们恋爱后 陈江江一改往日乖巧 邻家女孩的装扮 开始走朝女路线 大排包包 限定口红 珍藏版香水 应有尽有 消失的班费 会是花在哪里了呢 现在一想 那些与他经济实力不匹配的东西 与消失的班费 一定有关系 几天后 导员在群里发了条消息 班费你们自行处理 退费的找班长退费 我发了一句 老师能发一份 班费银行卡的流水账单吗 群里好多人都回复想看 导员回复 那班长你就发一下吧 班长突然私了我 警告我 不让我想想 之前他跟我说的话 毕竟上一个被他威胁的 已经不敢出声了 我忍了他们四年了 如今连班费都算不明白 或者说不想算明白 这次我不忍了 维护自己的交出去的班费 又有什么错 迫于导员的压力 班长不情愿地 在群里发了一部分 银行流水记录 上面赫然显示了 每笔大额订单的支付时间 有信息的同学发现 每笔大额支出的时间 与学位身边添置的 新奢侈品的出现时间 能够对上 班级群里开始讨论起来 5月20日那个4820块的支出 是这款包的售价吧 包点绝皮句这么说 那个3700块的链接 买的是不是班长 最常穿的那双运动鞋 大家震惊地发现 班长竟把这张班费卡 当成了私人消费银行卡 班长并没有很快 回应导员的消息 此时 在寝室里的陈江江脸色惨白 赶忙将自己的那些 包塞进柜子最里面 显然 真的被同学说中了 他慌张地向我解释 你不要乱想啦 这些包是我自己买的 跟班长没有关系 我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哦 我什么都没有问 他好像就什么都说了 群里的讨论越来越激烈 陈江江在群里发了条消息 我们会列出每一笔支出的用处 要是算错了 会按时机剩下的单费 退回给大家 我倒是有点期待 这俩情侣到底又会整出些什么新项目 没想到两天后 陈江江不但一点也不慌张 反而镇定自若地刷短视频 而我的收纳柜里 多了两瓶不属于我的香水 陈江江在我错愕时 在班里的在线文档里填下 文艺会演夜家演出香水费 250 在我疑惑之际 我又看见了室友桌上 多了几套演出服 还是去年体育节上陈江江穿过的衣服 陈江江见寝室 其他三个人都来齐了 关好门窗 小生跟我们说 开支单上有些对不上的地方 大家都是室友 帮帮忙 你们分摊一下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送你们了 我和另外一个室友面面相去 享受的时候没有我们的份 东窗事发了 我们就要分摊一下责任 他这番操作 是要把我们三人一起拉下水吗 江江 这样不好吧 我们都没有用过这些东西 你现在丢给我们也没有用啊 江琪有些犹豫的说 陈江江一把将东西塞到江琪怀里 没事的 帮帮忙 你们还有什么喜欢的 尽管从我这里拿 其他室友犹豫后 还是选择听从他的安排 在陈江江要给我安上一个价值 两千块的班费支出时 我白手拒绝 别拉上我 我不知道 没想到他听见这话后 气色的指着鼻子大喊 和你当了四年室友 你得了多少好处 现在出现了小状况 你怎么能不帮忙呢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你也不想在毕业前闹得不愉快吧 我被他的这番话震惊到了 难道他觉得 把那些莫序有的花费 安在我和其他两个室友的头上 其他同学就会相信吗 那些消失的班费 他就不用负责了吗 在他口中 我仿佛是个忘恩的无情之人 简直太好笑了 我往桌子上用力一拍 用在场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说 我得到什么好处了 半夜被你的电话周吵醒 又或是你让我带早饭 我买到后你又反悔 让我洗提双份早饭 还是你不做小组作业 我得到个四年里唯一的大鸭蛋 陈江江被我戳穿他的虚伪面具后 气得脸颊胀涨得通红 我和陈江江再也没有说一句话 出校门的路上 我看见了班长 好奇心驱使下 我往他的方向一瞥 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 在他牵着的那个颜笑艳艳的女孩 竟然不是学伟陈江江 全班人曾经称赞的模范情侣他防望 次日 创新赛的成绩如期公布 张子涛那组获得了前十名的成绩 领奖那天 他竟牵着另外一个女生的手来领奖 而这时候 我也没有听到他俩确定分手的消息 陈江江很快便知道了 班长和其他女生出入成双的事 两人又开始闹矛盾 经常半夜打电话吵架 我的睡眠质量一下子降到水平线以下 想着还有几天就能离开 也没有劝阻 结果陈江江反而把我从椅子上拽起来 一脸怒气地质问我 你是不是做贼心虚 你是故意等着看我笑话吗 是分摊账目的事情 你心生怨恨 故意给他介绍别的女生 真的是人在床上歇着 锅从天上来 眼睛里没有光亮的人 看什么都觉得是灰暗的 我一把将他推开 整理了下领口说 陈江江 你要不要清醒一点 你和班长之间那点破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有着力气质问我 不如直接去论张子涛 陈江江愁我诡异一笑 不再说话 我再次打开了群文件里的班费 使用银席表单时 吓了一跳 陈江江借我之前的一次生病 给我安了一笔2000块的同学友情 探病班费项目支出 那时候陈江江是来医院看望我 我感动得不行 还请他喝了奶茶 可他空手而来 哪里会有这2000块的探病支出 真的是感谢啊 瞬间把矛盾转移到我身上 群里的其他人的关注点 一下子就集中到了 这笔友情开支上 叶家 你怎么能用班费生这么贵的病呢 亏你之前还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原来你也没有少干这事 这些支出应该算你个人的吧 为什么要用大家的钱 我随即在群里发出了那段 在寝室分摊账款的音频 大家都是室友 遇到困难了 要你帮忙分摊一下怎么了 你们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 这些花费用你们的名义记录下来 其他人肯定不会说什么的 反正再怎么查 班费都不会多出来了的 这就是咱们学尾的声音 我不会听错的 哇 这都敢发 牛掰 还真敢做假账 这个班费 咱们一定要算清楚 学尾对我一顿说出 让不要诬陷他 我差点又要被他的演技震惊到了 他怎么演着演着 把自己也演信了呢 我反手就邀请了批发日常用品的小店老板 加入班级群 他在群里发了几张日常物品 交易成功的付款截图 上面的金额和名细 写得清清楚楚 他发言 同学们 最近有学生说我家店是黑店 我澄清一下 咱们店里的商品都是市场价 明码标价的 这是你们搬之前来店里购买的订单记录 全都是正常价格 我们不赚你们的差价 图片上显示垃圾桶小号 总计5 打印纸500张信号时 总价100 这些账目加一起 总共付款2000块 付款成功的时间正好 与那笔安在我头上的同学探望费用一样 大家发现 群里之前上报的这些日常用具的价格 竟然是真实价格的5倍 一个镂空塑料垃圾桶 25 不是 班长 你怎么赶的呀 班长赶紧回了剧 大家稍等 我在何时这笔开支 王迪直接回复 等啥呀班长 证据不都在眼前了吗 难道是叶家买通了门口小店老板老污蔑你 还是小店老板这些截图是伪造的 要是伪造的 我帮你报警吧 看热闹 不嫌事情大的同学在群里接龙帮你报警加一 那些在群里指责我的人 全都闭上嘴 原本相信班长不会算错班费的那帮人 再也不出声了 导员眼看事情快要到了无法收场的局面 勒令班长如实上报 他承诺三天后 会让同学们要收到自己的那份班费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 大家彻底得知了消失的班费的真相 哇 班长竟然是这种人 这不会跟学伟也有关系吧 那可是我们的班费呀 他怎么敢当 可王迪这时候给我发来私聊 你出门小心一点 班长他不太对劲 我收到消息后也格外小心 毕竟王迪已经被威胁过一次 第二天 传来了班长和陈江江道分手的消息 两人之前在一起清算账目就算不明白 如今要是分手了 账目清算的事情就变得更为困难了 导员督促两人快些算清楚班费开支项目 我想原本导员也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现在他们不得不给出解释 有同学发消息问我 一点班费 至于吗 我随手回了个表情包敷衍过去 自己掏出去的班费 成为别人的恋爱小金库 至于追回吗 当然至于 我外出时 一辆电瓶车拦住了我的去路 走过来的正是许久未见的班长张子涛 等着报复呢 他听见我的话后 眼里满是个耐烦 你最好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那班长再见 就在我转身时 瞪大眼睛 陈江江向我搭不走来 他激动的用手指着我大骂起来 你是不是故意的 故意挑拨我们的关系 害我们分手 我一头雾水时 一辆车及时过来 与我擦劲而过 张子涛则是将陈江江一把拽到自己怀里 深情地看着他 江江 我跟那人没有关系 他只是竞赛小组成员 你也别怪你室友了 这时我才领悟到 那句绿茶是不分信别的话的意思 陈江江犹豫了几秒 与班长紧紧相拥 两人就这么和好了 第二天一早 导员摆银行最初始的四年流水账单 发到班级群里 大家伙自发整理账单 从第一页一直算到第三百页 发现真正用于班级致出的 满打满算也只有三万块 也就是说 班长和学伟吞了足足七万块班费 众人震惊极了 学伟却慌不醒了 他在学校门口读我 而此时 张子涛拿着棍子 悄悄靠近我 我不怒 反而笑脸相迎 班长 有什么事情吗 在他的棍子快挥下来的时候 身后响起了导员的声音 张子涛 你举着棍子干嘛呢 要是伤到同学怎么办 他笑着丢下棍子 解释说 再和我开玩笑 两人手牵手转身离开 班长在群里发了句 我们会解决问题的 看见这话 我说不担心是假的 我虽然不是问题 但我可是提出问题的人啊 回到寝室整理东西时 我钱包里的证件 被人挪动了位置 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上 沾着些奇怪的味道 我躺上床拉上帘子后 听见了陈江江的声音 咱们用他的信息贷款 这七万块就能补上了 反正我知道他的锁屏密码 手里有他的资料和号码 只要人脸验证通过后 马上放款的 他可能以为我不在寝室吧 我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下午我从床上爬下来后 陈江江一改前几日的傲慢 向我亲切问候 我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他身后的电脑屏幕上 显示着班长的留言 人脸识别的时候 你想想办法 让他眨眨眼睛 他们竟然真的打算 用我的信息申请贷款 我趁机提议一起去吃晚餐 他们俩松懈时 我一脚踹开陈江江 他手中准备人脸识别的手机 稳稳落到地上 陈江江瞬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你这是干什么 这手机可贵了 你赔得起吗 能用班费 不花自己的钱 能不挑贵的买吗 这时候 导员从一旁走出来 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王迪 江琪 也从导员身后走过来 王迪拍下陈江江屏幕上 显示我的名字 人脸验证的这一幕 班长一改往日温和的形象 上前就去抢夺王迪的手机 导员被吓到了 赶忙把王迪护在身后 陈江江啦 叶家跟我说 你们准备拿他的信息贷款时 我还不相信 真没有想到 你们竟然还不悔改 竟然盗用他的信息 陈江江撇了撇嘴 用尽力气喊道 导员 你评评理 我们为大家服务了四年 交了那么多资料 帮了他们那么多忙 花点班费怎么了 要不是他一直喋喋不休 根本不会有人追着问班费 这钱就应该他来补上 王迪和江琪互相瞅了瞅对方一眼 脸上显满了震惊 导员还给陈江江手机 与我商议解决办法 我说 你们向我道歉 删掉我的信息 补上私人原因花掉的班费 还给大家 这样你们盗用我的信息贷款 和之前威胁我的事情 我就不追究了 陈江江恶狠狠地盯着我 眼神中没有一丝悔意 我继续说 如果你们不同意这个方案 那我和导员就只能报警了 吞班费的事情 和导员我的身份信息 贷款的事情一起算 两人站在原地都没有出声 导员说了一句 叶家 他们既然不愿意 那你报警吧 我快速点击了确认呼叫按钮 屏幕上出现110的数字 张子涛看见了 伸手又想抢我的手机 我退后一步 导员挡在我身前拦住了他 导员又让我先挂断报警电话 他还是心软了 他看了张子涛一眼 耐心的劝说道 张子涛 陈江江 老师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人总会犯错的 你们只要承认错误 给他道歉 想办法通过正当途径补上班费 我们就再也不追究了 也不会报警 见他们不为所动 导员轻声安慰道 陈江江啊 要是留下案底 以后对你们的影响真的不太好 年轻吧 警理之间恋爱费很正常 用错钱了 还回来了就好 不要再错下去了 我补充了一句 要是警察来了 要补上的就不仅仅是这七万块了 陈江江瞬间挖大哭起来 朝着我债的方向跪了下去 他扯着我的裤脚哀求道 家家 对不起 不要报警好不好 我错了 我补上 是张子涛提议的 我开始也不想的 他死死拽着我的裤脚 拼命把头往我鞋子上蹭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扯出来 他哭了很久 整个眼眶都红肿起来 我知道 他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而是在巨额赔偿 和留下案底面前害怕了 最后班长年迈的父母 补上了班费缺失的部分 张子涛的父母 向我们导员磕头道歉 导员吓得不知所措 敢忙扶他们起来 老师 我们只有这一个儿子 实在是太混账了 这位同学实在对不起 他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他的父母离开办公室后 导员还惊魂内定 办公室里的老师不知全貌 还以为导员在欺压学生家长 差点报了警 得知真相后唏嘘不已 导员随后将班费算清楚后 退回给了班里的每一个人 七万块的班费 每个人退回了一笔巨款 原本那些指责我多管闲事的人 在愉快地收下转账后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叶家 对不起 之前那个消息肯定不是本人发的 心虚点JPG拿回自己的班费 天经地义 毕业点理上 我没有看见陈江江的身影 反而看见了班长 牵起了另外一位女孩的手 一起走到会场 这时候 陈江江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看见张子涛有了心欢 上前一把掐住了那个女孩的脖子 他一改往日的模样 破口大骂 你破坏别人的感情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那个女孩也不甘示弱 冷哼一声 我跟他正常交往 你又算是什么 陈江江双目微眯 脸胀得通红 两人都气愤不已 随即打了起来 地旁的张子涛 不耐烦地掰开了陈江江的手 将他的新女友护在身后 够了 你再动手 我就不客气了 陈江江气得直跺脚 声音有些颤抖 渣男 渣男 他的新女友 娇娇滴滴地望向张子涛 果真是我见犹怜 我都想冲上前保护他 张子涛和他的新女友 在众人的目光下 毫不避讳地牵住手转身离开 陈江江突然跪倒在地 眼泪直流 张子涛 你个混蛋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他不明白为什么四年了 一个人竟然说变就变 他不明白 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 可我是明白的 哪有什么说变就变 一切变化都有迹可循 他们在这四年 吵过不少赐价 起初我都劝和 后来 我苦口婆心地劝他 帮他分析利弊 也曾提醒过他张子涛 并非他口中的爵士暖男 结果在他的口中 我和其他室友 还是感情不合的罪魁祸首 这段感情里 我们请示其他三人 都是最大的受害者 全班其他人 差点都成为他们 感情中愚弄的对象 消耗他人情绪的感情 又怎么可能长久呢 更何况 班费不是班尾的私人小金库 发证了当天 我为大学生牙画上了 比较圆满的句号 而昔日的班长 灰溜溜地来领证时 才发现 他还有一门科目的成绩 还没有及格 而那门科目 没有及格的原因 让人大跌眼镜 学伟为了报复张子涛 将之前擅自 给他加上的平时分 偷偷减掉了 张子涛现在根本 没有资格领取毕业证 我只能拿回那两张纸 递回了老袁 叹了口气 我跟他说 不考加油啊 你也不想再过几个月 还领不到毕业证吧 张子涛念叨着 陈江江的名字 咬牙切齿 后来 陈江江被班长举报 篡改平时成绩 他的一门科目成绩 被重新拔上了 不及格的标签 更糟糕的是 那门科目没有通过 没有不考机会 根本毕不了业 大家都不敢相信 他们闹翻脸后 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陈江江为了赚钱还债 不得不开始打工 校园小路上人来人往 陈江江蹲坐在地上 灰头土脸 一声不吭 无人能认出来 他曾经是那个 趾高气扬的学位 据说陈江江又倾气 网络高薪兼职 还款心切的他 请不吝点赞订阅